入東首波寒流報導 氣象局表示大陸任空氣南下 今天將會越晚越冷 最低溫將出現在明天晚上 到週日的清晨 而氣象局也針對十八縣市 發布低溫特報 北北基陶和新竹宜蘭六個縣市 可能會出現六度以下的低溫 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有機會降雪 民眾出門穿起大衣 戴著帽子和口罩 因為今年入東首波寒流 來報導 十六號週五下午 全臺氣溫明顯下降 水氣也增加 而且越晚越冷 氣象局首度針對本島十八縣市 發布低溫特報 週末傍晚到週日清晨 雙北 基隆 桃園 新竹 宜蘭等六縣市 為橙色燈號 有六度以下低溫 彰化 南投 雲林等縣市 為黃色燈號 有十度以下低溫 而三千公尺以上高山 還有機會出現降雪 週六到週日的清晨的話 在各地高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會有下雪的一個機率 特別是在中部以北的話 大概兩千公尺左右的高山 也會有下雪的機率 氣象局指出週日水氣減少 全臺將轉為乾冷天氣 要到下週一十九號 全臺氣溫才會逐漸回暖 而面對寒流報導 勞動部也首度發布 戶外作業指引 要求雇主要幫勞工保暖 否則最高可開罰三十萬元 而屏東台南及嘉義縣府 則是呼籲農牧漁民 要做好防寒措施 如果遇到寒害災情 請立即向當地公所通報 將以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 辦理補助 協助儘速恢復生產 記者來說明講龍蝦 台報道